在这儿给大家汇报一个事 有些人我们学这些 是为了了解个人命运跟自然之间的这个天命的联络 从而调整自我更好地去珍惜有些人的生命 运化自己这口气 而很多更多绝大多数可以讲很少人知道 忘却了这个初衷 就迷在这八个字 这一个局当中钻进去 扒不出来 你所谓的知命 为天命 好像是比不知的这些人 在现当的科学 没上看得见的这些 看不见的都不信 都不畏 似乎是进步 但是如果你跳不出来 有的时候活的还不如他们自在 还不如不搞这些 不了解这些的人 活得坦荡荡 人只要活得坦荡荡 这一生就够了 你觉得这些固然好 但是整天就这样 测算 收不来 说你命里 就破财的命 攒不住多少钱 你就认了 哎 好苦啊 实物不知 这是一个人的基因 种子 跟种下来的 你固有在这种环境下 体现出来一种想法 不一定是错的 我赚了钱 做有用的事 钱本来是工具 我自己 不需要多少 不要太享受 为家庭付出 乃至为社会 不公天下 不道 不失不法 不好吗 不对吗 裸卷 不行吗 你只要 看对了人 看对了事 敞开心 被去做 而且这种 你是要 有了钱 才有的破呀 说明你 很有钱 只不过 你要注意 如果不对时候 有些疏忽了 那你这个 可能就 百花了 还是要反观自我 没有搞清楚 这个呀 那比如有的人 你说社交里面 陈旭两个 好争 好送 自害 好 口舌 但是有些人 就是欠骂 甚至欠打 在有些时候 你身边 一旁人 一众人等 全都是 懦弱的 就需要一个 站出来 那你就站着 这种人 就需要你 出来的时候 别人没有 这个优势 你就对了 那你发挥 你的特长 居长不短 居居必凶 故而言之 此 为命也 不要迷信 有些人 所谓的大师 看透了你一声 说话 滔滔不绝 信口开始喝 你搞不清楚 你学这些的 本质初衷 是什么 不但你自己 迷了 信了 过犹不及 而且 还妖言获衷 本来这个 一卜 不为将相 变为一卜 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 导人向善 指点迷惊 盘悠解难 结果 恰恰笑 为了 提高自己的名声 显得出威 厉贵 后为人事 你了不得 什么 还要再说 这个问题 太 太好了